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是排除妊娠的这种月经推后呢 需要通过中药的条例 还有一种它不光是推后 它还会出现不间断的出血 或者是造成月经的提前 或者是经期的延长 就是说月经推后 只是其中一个可能性会造成 还有其他各种可能性都会出现 但是一般紧急不晕药 不建议经常的去使用 一定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去用 一般一年当中 避孕药的使用率 尤其是紧急性的避孕药 一般不超过两次为宜 比如说你的平常的月经周期是30天 如果推后了超过一周以上 37天了都没有来 就建议需要到医院去就诊 排除妊娠的可能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